好 最新消息要提供给大家的是 桃园市龟山区的文青里长 在昨天举行了里长罢免案投票 投票时间到下午4点钟截止 下午的4点32分左右完成开票 那桃园市选委会指出 同意罢免是1684票 那么不同意的罢免票有629票 无效票是6票 同意票数没有达到选区人数 四分之一以上 因此最后的投票结果是否决的 不过说到呢 真正受到了全国关注的罢免案 基隆市选委会查队罢免市长 谢国良连署人名册 会寄出2万多份的查询单 对此谢国良表示 一旦罢免活动进行 基隆市府就要付出 将近3000万元的纳税钱 他想问这样的代价 值得市民思考 基隆省委会编店工厂 要邮寄2万5千份查队选案 其实不管是什么样的钱 其实都是纳税人的钱 假如要进入所谓的这个投票 市民全体的基隆市民 一共要付出2千多万 将近3000万的代价 平均每个人都要再多花个 这个100元 这样子是不是对市民好 是不是对市民的荷包好 我想大家都可以好好再想一想 而立委林沛祥就认为 目前很可以明显看出 提案罢免谢国良 这件事根本没有任何的正当性 完全就只是在操作政治斗争 令人感到相当的厌恶 那基隆现在目前的状况来讲 我会认为是说 一方面是有人想要利用 有一方面是想要利用媒体高度去动员 各种看不到的空气票 各种看不到的族群 来去把这个谢国良来去做 来去实质上去做罢免 可是另外一方面变成说 一般的基隆人 一般的普罗大众民众会觉得说 刚刚算过年 他也没什么事 为什么现在那个东岸广场的争议 也已经判出来了 去市政府的财产没有错 那为什么这个本身 本身这个理由已经没有了 为什么特地还要再找个理由 找其他理由去罢免他 我反对罢免蓝 也反对罢免绿 因为我觉得应该把这些事情 把这些我们的 我们手上的资源 把我们手上的关注 所有事情应该放在民生上面 你说你要有意识形态 我不反对 但是我们的关注点 大家选我们民意代表出来 是代表民意把民生搞好 代表民意把国家搞好 把国政事政搞好 但是我现在看到在基隆也好 还在台湾也好 一天到晚就在搞这政治斗争 我个人是觉得很厌恶 而且很灰心的 不论如何 罢免这个权力的行使 应该是有正当性 是相对来讲 要有比较确切正当性的 譬如说这个人如果真的被起诉 譬如说这个人如果真的有贪污 譬如说这个人真的有 有在法律上有问题 那如果今天国粮这个案子 市政府是败诉的 这个产权应该是大日的 那国粮如果因为这样去被罢免 那我觉得的确 那可能就这个 这个可能就正当性就有 可是现在没有的时候 然后你硬说要让他去做罢免 我会觉得个人觉得 这就是个操作 这就是这个人 那就是个人 那就是这个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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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这么说 那就是这就是这就是这个人